这不要脸 昨天我收到 前天收到那个去警察局里面领 结果我收到一个 我以为是高检 三审都完毕了 高检 我要送到宪法法庭的时候 既然不是高检送来的 就是又回到 又给我送回这个 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 然后妨害公务又给我重判 还省谷 要到3月26号要出庭 你看你看看 这个这个是暗号 又是哪一个 又来重新断诬告我了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法庭密 跟那个他告我三样嘛 三样罪 这个暗号是 2729710172 这个是台中地方法院的 已经这个1625号 抑制1625号 现在这哪一门的 这个什么什么 来你看看 这个什么 刘文斌命令直庭罚警 陈俊廷将张美凤眼前开眼镜取下 张美凤明知制服 直警察为罚警 基于妨害公务 我当然知道你是罚警 那警察叫他把那个 那个检查 侦察室大门锁起来 你锁起来就是强盗了 你就已经违宪人生第八条自由罪了 我就喊救命啊救命啊 结果他在 在这个 什么叫做妨害公务 你是强盗了 把我眼镜现场折带来抢夺罪啊 你违宪人生 宪法第八条 宪法大于法律 法律大于命令 命令大于地方法治 你们完蛋了 然后这样诬告我 他写我进来又给我 高院都已经三省了 既然给我寄来的是 又给我到 又给我寄来是台中地 又给我退回台中地方法院 我一定要去宪法法庭 我要告国际了 发给我的 防尽 超人 无想的 没想的 我是 我